字幕提供 那巴其實除了國際通暗木制市場等等 其實還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例如去一下首里城那邊 交通方面推薦大概走廿分鐘左右 試一下搭單軌電車 那巴只有1001條路線 所以絕對不複雜的 到達首里站 跟官方路線大概走三個自助邏 就正式入園 首先經過牌匾提押 首例之邦的首例門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沖繩代表建築物 亦是2000日圓紙幣的正面圖案 不過現在2000日圓已經少之有少 有的話不妨帶過來打卡 首里城在2019年那場大發變 部分建築物很不幸地燒毀了 現在我們就入園去看看它的現況 禦亭和正殿暫時變成眼前的大倉庫 前一點就有木材倉庫 圓赤穿牆 讓大家了解修復詳情和進度 現在就帶大家去一間在附近的隱世餐廳 藏身在住宅區的富九屋 可以享受到地道琉球料理 聽說這個白味真湯定食 由餐廳開業開始就頗有人氣 白味真湯裏面有菇、筍、魚膏、豬肉等等的材料 超級足料 味道較濃郁、大點甜 喝起來很順口舒服 這兩道配菜都挺驚艷到我 炸芋頭餅加了香菇和豬肉 吃起來很綿、很香口 花生豆腐很彈、嚼韌 花生味很出 如果參觀完首里城不餓的話 就推薦來附近的首里樓鹽 除了傳統紅營鹽 首里樓鹽還有原創的珊瑚鹽 珊瑚一直都被認為有著美好如意 染織出來的工藝品 都是充滿著大自然美感 二樓還有珊瑚鹽體驗斑 做法非常簡單 珊瑚花石就是恩台 構圖,顏色變化由自己作主 將印台固定好 就可以用染色的棉花 在布上拆出圖案 所以不懂日文 都絕對可以落在其中 是挺有趣的體驗 不少人都會好奇上船 晚上留留場有甚麼好做 第一件事當然是醫下肚 這間紫費餐廳 轉食意大利經典美食Pizza 這裏有多達23款Pizza給大家選 店員說最熱賣的是這款煙肉蛋Pizza 材料就是Carbonara會有的Mozzarella 煙肉和雞蛋等等 他們的Mozzarella芝士是在船上新鮮製作 味道不過不失 餅皮薄皮,外趣來緣 玩樂方面 郵輪上每晚都會有一個主題Party 還會有建議Dress Code 見到staff穿的衣服 就知道今晚的主題是金色啦 大家都會打成一片享受Party的樂趣 想做些靜態活動的話 就推薦去劇場看看表演 或者chill著看戲都是不錯的選擇 看到我還可以吃邪惡宵夜 一到深夜這間餐廳就會變成人氣人龍店 大家都會買角色即制漢堡 異色咖啡、薯條以及甜品等等 在天幕戲院裡面 邊吃宵夜邊看戲 整個套餐5元美金 性價比都OK 最後一集將會探索宮古島的魅力 和在郵輪上chill著最後一天 記住收看啦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呀